近日,中国南海传来好消息 30万吨黄土突然涌出海面 价值连城 此消息已经发出后 西方彻底羡慕了 那南海深处为何会有黄土出现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广阔的海域 而这片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为了加强各个岛屿之间的联系 以及方便海域资源的开发 中国近年来启动了众多填海造地的计划 这些填海造地工程通过人为技术 将原本散布的海域连接成一片陆地 为特殊地形的城市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而南海作为我国最大、最深的边缘海之一 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一直备受各方关注 然而,无论多少国家对南海产生兴趣 都不能改变事实 那就是南海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我国在南海地区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集中人工岛屿的建设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 令人瞩目的是 2021年在南海发生了一件让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更是让我们国人倍感骄傲 南海海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海面上涌出了30万吨的黄土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黄土的涌出是非常罕见的 因此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惊叹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样罕见的现象确实让人猜测 为什么南海海域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大量的黄土呢 这究竟有何深意 黄土的存在是中国大地的独特标志之一 它是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珍贵资源 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藏 有了这30万吨黄土的加持 随后中国立即展开的七连与工程有关 当我国最初提出这个项目时 各国对其次怀疑态度 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正是我国的坚持和实力 让这一雄心壮志最终成为现实 七连与项目涉及将七个较小的岛屿 连接成一个大型岛屿 尽管这一构想早在很久以前就提出 但由于技术限制 直到最近才有能力实施 要建造人工岛屿 首要问题是填海造陆 然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足够的土壤材料 特别是在不增加高昂的运输成本和时间的情况下 这时我国的工程师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想法 直接在海底利用泥沙 虽然这个想法一开始遭到了质疑 但研究发现 我国南海的30万黄土 与其他地区的泥沙有着显著不同 更适合用于造岛 因为它属于海底沉积物 七年性更高 甚至比陆地上的泥土更稳定 这位在建设过程中原地取材提供了可能 实施这一计划的核心工具就是国之重器天坤号 它是一种挖泥船 可以将海底的泥土吸取上来 然后通过管道过滤海水 最终将泥土吹到指定位置 尽管这听起来似乎简单 但天坤号的挖掘能力非常强大 每小时可挖掘6000立方米 相当于一个巨大建筑物的体积 这个挖掘速度令人惊叹 也有人戏称 如果它停在一个地方太久 可能会把海底都挖穿 这种绝佳的续航能力和人性化的隔音设备使天坤号在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天坤号的自主研发意味着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这是其连语项目的一个重要亮点 其他国家如果想获取相关技术 除非他们自行研究 否则只能从我国购买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是否应该向其他国家出售这些技术 这项南海工程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科技和工程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无论是天海造陆的技术 还是国之众计天坤号的自主研发 都反映出我国在处理复杂工程项目方面的能力和决心 总的来看 这个好消息并不是仅仅依赖于运气 而是我国在南海开展基建活动的结果 这些活动需要精湛的技术和坚定的决心 南海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我国领土完整的维护 也为世界展示了我国在工程领域的卓越能力 这也让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 我国的成功绝不仅仅是侥幸 近年来 我国在南海地区的技术突破和基建实力提升 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次涌出海面的30万吨黄土 以及背后的其连雨工程 揭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 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 技术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国的能力不断增强 充分展示了科技和工程领域的实力 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的工程师不仅提出了大胆的构想 而且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验 成功地克服了技术障碍 这表明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新精神对于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讨论中国南海人工造岛的议题时 有人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紧张 而有人则认为中国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 这争议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存在 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有着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中国而言 南海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也是其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要区域 因此中国坚定地推进人工造岛计划 然而对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说 他们担心中国的举动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引发争端 中国南海的填海造地工程引发的争议 不仅局限于地缘政治层面 还涉及环境和生态问题 填海造地过程中 大量海底土壤和岩石被运至海上 这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生态学家和环保团体对此表示担忧 呼吁中国采取更加可持续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然而 中国政府坚称其填海造地项目是为了改善南海地区的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发展 以及提供更好的条件支持渔业和海上交通 他们还表示 中国将采取措施来保护海洋环境 并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中国南海的填海造地计划也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 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 总的来看 中国在南海的人工造岛计划引发了广泛争议 涉及地缘政治 环境和生态等多个方面 中国强大的技术和资源投入让这一工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质疑 在今后的发展中 中国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关切 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以确保填海造地项目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的利益 还能够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南海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方的智慧和合作 而中国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在南海进行人工造岛的举措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不仅令周边国家感到担忧 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许多反应 这一现象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重要的教训 首先 技术和工程实力的提升是关键 中国的填海造地技术和工程实力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这使得他们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大规模的人工造岛工程 这表明 国家的投资和发展在技术和工程领域的积累 对于实施类似项目至关重要 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加强技术研发和工程建设 以满足国家需求并增强国际竞争力 其次 低温政治的复杂性 南海争端一直存在 而中国的人工岛项目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局势 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感到担忧 认为这可能改变地区的权力平衡 这告诉我们 低温政治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以避免潜在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参与并倡导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还有现在30万吨黄土以及气帘雨工程的成功 展示了我国在科技和工程领域的强大实力 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决心和能力 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教训 首先 技术创新和基建实力的提升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我国在建造人工岛屿方面取得的成功表明 通过不断地投入研究和创新 我们能够克服看似不可能的技术障碍 这一点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 自主研发和知识产权是国家独立性和竞争力的关键 天坤号作为自主研发的挖泥船 不仅具备卓越的性能 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这为我国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 使我们能够控制相关技术的分发和应用 这也强调了在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还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